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电影《九条命》 主要讲述了老板汤姆每天忙于工作 一次意外变成了一只猫 随即发生的一连串搞笑而又温情的故事 影片开始,汤姆是一名商业精英 他痴迷于建造一栋全美最高的楼 他还给自己的大楼取名为火炬布兰德 也就是自己的名字 他希望百年后自己的名字还能引力在最高的地方 然而家中的妻子和女儿却是许久都见不上汤姆一面 女儿只得不断地回放电视中采访爸爸的镜头 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任职于自己的公司 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老爸 女儿的生日就要到了 妻子要求他必须参加女儿的生日派对 并且准备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 这可难倒了汤姆 他甚至开了个会讨论送什么 其实女儿一直很喜欢猫咪 但是汤姆却很讨厌猫 觉得他们又脏又麻烦 另一边 女儿的生日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 汤姆最终还是无奈地找到了一个离他最近的宠物商店赶了过去 在宠物店 汤姆看到了新闻 芝加哥的大楼居然超越了自己的火炬布兰德 这让他焦急万分 匆匆买完猫咪 汤姆想赶紧离开 宠物店老板却用严肃的口吻告诉他 最好马上回家 汤姆自然不会听老板的 他来到了自己的大楼顶层 与富黑男下属争执起来 他认为这全部都是富黑男的责任 争执中汤姆被闪电击中 命悬一现时 富黑男下属却没有救他 最终汤姆从高楼掉下 等到汤姆在医院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喵心人 自己的灵魂已经进入了自己买的那只猫的身体中 宠物店老板来到汤姆 也就是那只喵心人面前 让他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猫 如果找不到原因就要一辈子做一只猫了 妻子来到病床前 看到了昏迷的汤姆和猫咪 他意识到猫咪是汤姆 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于是将猫咪带回了家 回到家的汤姆发了疯的 想证明自己就是汤姆 他尝试用钢笔写字 翻出自己的证件 用冰箱贴合毛线 拼出英文句子 但是都无法引起妻子和女儿的注意 无计可施的汤姆找到了宠物店的电话 由于汤姆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也不吃猫粮 妻子也觉得很困扰 于是找来了宠物店的老板 老板与汤姆用猫语常谈一番 老板提到 如果汤姆再不乖乖地当猫陪伴家人 他的肉体将逐渐走向死亡 那么他将永远变成一只猫了 汤姆开始慢慢地改变 适应了自己作为一只猫的命运 他开始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他意识到自己以前确实亏欠这个家太多 渐渐地 女儿好像感受到了这只猫就是爸爸 带着猫咪来到医院 儿子搞砸了父亲交给自己的事业 他站在汤姆窗前 表达自己要完成自己人生的最后一跳 汤姆以为儿子要自杀 赶紧追了过去 正巧碰到医生正在跟妻子 讨论对自己放弃治疗的事情 汤姆犹豫了 这意味着自己将永远变成一只猫了 但是他想起了宠物店老板跟自己说的话 爱就是要有所牺牲 他放弃了便回人 追了出去想救儿子 儿子来到自己布兰德顶层一跃而下 然而他并不是自杀而是跳伞 但是汤姆已经跟随儿子跳了下去 一瞬间汤姆在病房中醒来 汤姆这次认识到了亲情的重要 他再次来到宠物店买回了那只猫咪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充满了温情的电影 事业固然重要 但是亲情才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可贵的 因为无论你成功或是失败 你的亲人都永远站在你的身后 陪伴你支持你 还在忙于工作的我们都回家陪陪家人吧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